今天我们来探讨美中台的国安西文教来宾 第一位是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苏恒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福人大学的潘锡堂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的理事长王振王理事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中共二十大刚刚落幕 不止习近平进入中共总书记的第三任期 新任的政治局常委七个人当中有五位是所谓的支台派 就连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他长年来在所谓的台海前线服役 而且八月份的围台军业还是以他的这个规划基础来做准备 都可以看出其实这个中共已经做好了准备 恐怕让台湾的问题不会悬而未决太久 中美关系也会进入到新的阶段 不管是东亚地缘政治或者是科技战 美国都以台湾作为工具是不是要来达成制衡大陆的目的呢 而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牺牲台湾的做法 这样难道不会减损美国的民主价值吗 随之起舞的蔡政府以外国马首是瞻 这难道还有真实的民主价值存在吗 我们要请教苏恒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先探讨一个问题 究竟对美国来讲什么叫做民主价值这件事情 难道说今天其实他们不是用民主价值这个名义 去拿来当作针对他国政府的一个理由吗 我举一个例子 就像其实我很喜欢看一本书 它是由新加坡的这个前任外交官 这个马凯索说写的一本书叫做中国赢了吗 当中他其实在针对台湾他写了一个序 在这序当中他提到美国曾经入侵过格瑞纳达这样一个国家 当他入侵之后其实联合国大会有发起这个谴责案 那其实有108个国家是投下了赞成票 但是美国对他来讲他说什么 记者当时去追问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的时候 问他说你心情觉得如何 雷根表达的态度是说 一点都不影响我明天吃早餐的心情 想想看今天当美国随随便便可以去入侵一个小国的时候 他觉得这是完全无所谓的 因为他抵触到他的那个价值 他抵触到他的利益 他觉得无所谓 所以你认为说今天一个所谓的民主这件事情 到底对美国来讲重不重要 我觉得其实他不过就是一个理由 拿来他去针对其他国家的一个非常完美的理由 而民进党呢 其实他们也拿着所谓的民主呢 在台湾岛内呢 去推动了很多的这个去分裂的运动 不管是过去我们看到了这个2014年的太阳化运动 甚至到后面的这个什么反服帽反货帽这些等等等等的 这些他们称之为的所谓的民主运动 最终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很多是民进党籍的这些 在当中推动的社运分子们 他们得到了很多的利益 他们坐上了高官的位置 领到很多的薪水 可是最后呢 对于台湾的整个进步 或者民主价值有任何推动吗 答案是没有 反而是栽培了很多民进党的一些人才而已 那这对台湾的那个整个所谓的发展 有任何帮助 没有帮助 今天我们看到很明显的是什么 就是蔡英文当局 蔡英文政府 他们认为说呢 他们这个所有的利益呢 都来自于美国 他们认为有美国在后面依靠的话 他们可以大打抗中反中的一个名号 可以去增加他们的选票 可以让台湾民众认为呢 我们所谓的抗中保台呢 是绝对可以实施的 因为就算台湾现在的军事力量很小 但背后有美国 美国会支持台湾啊 这样子才能够把抗中保台 这个事情把它讲得非常的完整 但我们都很清楚嘛 其实当在八月份的时候 大陆在台湾执行这个环岛军演的时候 美国不会来 这是事实 抗中不但不能保台 抗中反而会毁台 这个全台湾民众都看到 非常非常真实的画面 可是今天蔡英文呢 她还是必须要无止境的去 依靠所谓的抗中保台 她才能够召唤出 她的这些基层的民众 她才可以召唤出 她的基本教义派 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嘛 她很开心的去召开一个 就是明天准备要开会的 世界民主运动大会 她要召开这个会议 再告诉大家 开始去召唤她的群众说 要有民主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只有我民进党执政 台湾才能够继续去推动民主 如果不是民进党执政的话 民主可能就会在台湾岛内消失了 真的会这样吗 看起来好像是以美国的民意为主 是以台湾的民意为主吗 很明显的 它不是以台湾民意为主 它是以美国的 应该讲美国的利益为主 那这个利益 真的是所谓的美国的 这些民众利益吗 我认为这些利益很简单 其实是美国那百分之一 那高层 比如说这个军事的公司 军武公司 或者是说很多的金融企业 它是以他们的利益为主 那你说这个美国底层这些民众 他们真的得到这些利益了吗 我觉得并没有 他们反而因为美国 这一波的通膨 他们陷入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当中 可以看到嘛 他的这个物价越来越高 他们要缴纳的那个贷款利息 也越来越高 可是那百分之一 不管是人员 物资 粮食 军武 他们赚的钱却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他们其实吸光 他们底层民众的血 去供养这些百分之一的精英阶层 所以就是比方说像是军工企业 这个加权的权数 可能就要加百分之一百 或许两百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是借民主之名来反中 而蔡政府随之起舞不断的挑战 和激怒大陆 除了我们看到农鱼产品的销售受阻 年轻人要延长服役的期限 这个代价行动是全民买单 而两岸骑士现在是迟迟没有办法看到降温 蔡政府和美国是一搭一唱 会不会很多人都担心 台湾被操弄到最后 有没有可能真的会变成下一个乌克兰吗 潘老师怎么看 是的 那我们知道那个拜登政府 可以说是延续过去 这个川普政府的反中 制中 恶中的这个政策 来推动在欧亚 能够组成这个所谓共同 反中的民主同盟 一起来压制中国的快速崛起 甚至能够减轻对美国的庞大的这个威胁 但是其实欧亚相关各国却是同传异梦 各有盘算 那基本上我们知道 拜登的反中制中 的确是以拉拢台湾来制衡中国大陆 这样的一个战略考虑 那么往往我们从很多迹象都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往往沦为美国 美国制中抗中的一个竹子 一个工具 甚至一个牺牲品 其实我们台湾比较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吃奶猪 我们也不需要这种民不腐蚀的拜登总统 四次五次 不仅三番两次 四次五次的公开表态要出兵保台 以及美国国会议员纷纷的组团 来到台湾 那么要挺台湾 那其实暗中还是有一些商业的考虑 等等 可是这些动作 并没有实质的提升了美台关系 还有美国正在推动国会立法的台湾政策法 听说台湾政策法 最后如果一旦通过 现在是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出审通过 然后到现在已经做了修正 把敏感的一些条文做了一个修正 那么不久后 如果在参议院全部过关 众院还要提出一个版本 美国参众两院 共同通过之后 邀由拜登总统 那么在四五天内要签署 那么大陆相关方面也表态 台湾政策法一旦通过 对两岸关系 以及对美中关系 甚至美中台关系的冲击跟伤害 比佩洛西来台的冲击可能要大一百倍 那到时候就情况就非常非常紧张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 我们知道 我们感觉到美国好像协助降低两岸关系 并没有做了实质动作 在刺激挑衅两岸关系 它倒是永不落人后 包括美国最近的政界学界 还有他的军方不断的放话说中共将会在近期内这两三年内 那么会对台动武 那么这些言论从很多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居心叨测 那么因为中共如果如同美国所期待的在近期内对台动武 那么美国就可以如同他原来设计的 让台海或让两岸之间的冲突战争变成下一个乌克兰 下一个乌克兰 那美国拜登总统真的可以真的出兵保台吗 我想他最多会多提供一些武器 他绝对不会派军队派航空母舰来台海 那么协助我们的防卫 那么我们得到的就是全民皆兵 那台湾全岛可能要打一场 甚至这个岛屿的防卫战 几乎是自身民于涂炭 那么难道不能警惕吗 那么尤其我们要特别注意 拜登政府不管是白宫国务院国防部 经常在有关的出兵保台 或是两岸对两岸政策的这个所谓的澄清方面 经常摇摆在所谓的战略模糊跟战略清晰之中 可是我们的蔡政府经常只相信 美国已经由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就是意思就是中共一旦对台动武 两岸爆发战争 美国是百分之百一定会出动军队 来到台海协助我们防卫 蔡政府几乎是身心不疑 那身心不疑这个情况下 其实跟对应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对美军购的一些武器的项目 它拖延不交货 我们想要买的武器 它不卖 它卖的都是那种 比较适合我们打台湾本岛的保卫战 保卫战以及打街头巷战的 那原来我们就是把我们当成下一个乌克兰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想这个美国刺激两岸关系 是经常做协助反而两岸关系 它是无忌可施 甚至还加油添触 那造成两岸关系很可能会濒临这个引爆的边缘 其实我们台湾老百姓各界一定要好好的警惕 谢谢 所以上一次裴洛西来台 中华民国损失了台海中线 接下来如果台湾政策法通过之后 到底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呢 恐怕大家都很烦恼 好 不过蔡政府为了巩固政权 控制媒体不只传出府院高层 可能有介入电视台的声照 而且看到有一些符合绿营意志的媒体 好像出包之后是轻轻的放过 却关闭了监督制衡政府的中天 但不要说从美国进口的莱猪等等 考量的似乎都不是百姓的利益 那蔡政府这样的做法 真的有符合所谓的民主价值吗 对台湾民主发展又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李市长 这个很明显的 民进党政府呢 这当然是在践踏我们台湾的民主价值 民进党已经从民主进步 成为一个民主退步党了 他可以为了要打压监督他的媒体力量 就把中天给关台 他为了要来塑造他的一个绿色的媒体帝国 来巩固他的一个政权 所以呢他可以不计代价的 来让进电视要想办法 让他能够来替换TTBS 这个从裴伟的他的录音档案都可以看到 我们都可以听到 再有他可以为了要来抱美国的大腿 所以呢他可以让莱猪通过 他为了要抱日本的大腿 可以来进口核实 他有问过我们老百姓的意思吗 完全没有 同时呢他为了要跟美国更紧密的 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面 他可以来花费我们大量的纳税人的核包 来去购买美国的军火 这些其实都是在践踏我们台湾的利益 践踏我们台湾纳税人的核包 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思考 到底我们台湾要什么样的民主 我们是要在投票那一刻 好像我们有一个民主的投票权 结束完之后呢 我们就变成一个投票选举下的 民主的这种权威吗 民进党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我想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要的 我在这边要提出一点 很重要就是所谓经济民主的概念 今天其实我们台湾的民主 已经是被所有有钱人给垄断了 其实今天要选举 大家必须要花费非常多的经费 民进党现在又掌握了执政的资源 他可以在政府的预算里面 去编列更多购买媒体的预算 那这样子他就可以来垄断台湾的民意 来垄断台湾的舆论 这个就是有钱人最终他能够 在选举的这场游戏当中去胜出 可是我们今天台湾大多数的 劳工上班族怎么办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选出 我们自己的代表 能够来真正捍卫我们 劳工上班族的权益 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再有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国际民主 今天台湾所拥抱的美国 实际上他是劣迹斑斑 他在这个全世界输出所谓的民主价值 可是实际上他在国际上面 完全是以美国的意志来说的算 那就像刚刚苏恒所提到的 美国在过去他侵略了多少的国家 他说打他就打 不管是从阿富汗还是伊拉克 还是叙利亚 他说打就打 这个在国际上面完全没有民主 我们台湾真的要跟 这样子劣迹斑斑的美国 去来共同成为所谓的民主伙伴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以民为主 所以很好奇他的这个民定义到底是什么 恐怕他这个民字的意思 是不是已经改了 跟我们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了呢 不过有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举办的这个世界民主运动大会 25号明天要在台北登场了 蔡英文总统说 全球民主遭遇了严峻的挑战 希望民主国家都要团结在一起 产生更强大的结盟的力量 说穿了结盟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一群人结盟起来 要对抗另外一个阵营嘛 这样的做法到底是会更刺激 促进台湾的民主 还是他其实有其他的意图呢 苏恒怎么看 其实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他这个世界民主运动大会 他的其实主办方叫做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那其实你认真去看一下这个这近几年来 这三四十年来 整个国际局势上面 常常会发生的所谓的 颜色革命的背后的策划者 其实几乎通通都跟这个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有关系的 就像可能像是橙色革命 或者是阿拉伯之孙 其实你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他们在配合出了很大的力 那他的目的真的是所谓的 他要推动民主在全世界去做到实现吗 他其实目的很简单嘛 就是他希望让这个国家 他进行分裂的时候 政治上是动荡不安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拖垮他的竞争力 当你政治不安定的时候 你又何来去谈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呢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所谓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他根本要推动的不是民主 他要推动的东西呢 是美国的利益呢 在全世界呢是永远存在的 这个才是他最大的目标嘛 那其实我们前面刚刚有提到 这个蔡英文非常高兴 甚至是很隆重的宣布说呢 在这个10月25号 这个美国世界民主运动大会 将要在台湾做举办 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国家 跟那个重要人士 会来台湾去进行开会 但是这个开会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你可以从蔡英文 今天的整个演讲内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表达的是 团结所有的民主国家 我们大家一起来去对抗 所谓的威权体制 因为他们认为呢 所谓的民主制度 民主体制呢 在此时此刻受到非常大的挑战跟威胁 他们必须要团结起来 才有办法去对抗 所谓的威权体制 但问题来了 就是究竟为何 今天大家对于所谓的民主政治 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质疑 其实不是因为 就是可能像社会主义 或者是其他非实施西方制度的 这些国家 他们真的非常厉害 或者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最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这些实施西方体制的这些国家 他们出了大疲漏嘛 以美国为例好了 就像这一次的新冠肺炎 光他每一个美国一个国家死亡人数就破百万 确诊人数将近一亿 那再看看英国最近的经济乱七八糟 他们选上的特拉斯首相 结果才执政44天 他就已经辞职下台 大家看到的是 你们这些过去高喊自由民主 认为好像西方式民主 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终结了 世界制度的终结了 但是就到了现在事实发现 你们的制度反而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乱源 所以大家才会去质疑你的这个西方民主制度 不是说今天别人挑战你 而是你自爆 你自会才会让大家对你有这么大的挑战 那蔡英文做这些事情不外乎两件事嘛 第一件事情 他要跟美国牢牢的绑在一起 他希望的美国可以看到说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不管怎么样 只要美国有需要 台湾绝对站在他的前面 为他去抵挡一切 甚至会愿意为他去做每一件事情嘛 无论是吃莱猪 或者是买武器 这个他通通都愿意 可是究竟今天强迫台湾民众吃莱猪 强迫台湾民众每年要花这么多的军费 去购买这么多的武器 对民主有任何的加分吗 我没有 我认为没有 我认为甚至呢 它是在迫害民主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是什么 像刚刚这个王正有提到 第一你关了中天 第二个你甚至意图去强行推动 数位中介法 这个是严重破坏民主的行为 你居然还有脸在那边高声呐喊说 我们是世界民主 我们站在世界民主国家之流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 甚至我觉得感到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真的是台湾真的民主大进步 我认为台湾的民主实际上是倒退的 但是今天当美国需要台湾的时候 他愿意给他很多的所谓的殊荣 告诉你说你是民主的 你是站在我们世界那个民主的这一方的 但实际上蔡英文做了多少破坏民主的事情 身为居住在台湾的这些民众们 还有我们我们已经最能切身感受 你们干了多少真的去强害民主的这些作为 我们感受特别特别的深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当蔡英文他们企图 这个以美谋独 甚至希望能够靠着美国在背后 他可以去跟大陆叫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其实严重破坏了两岸之间的和平 我们要记得其实在二十大的报告里面 这个习近平他有提到说 其实针对了这个境外势力 还有台独跟境外势力的勾结 他其实有特别强调的 他有提到说他们不放弃一切的手段 但是这个手段不是针对一般的台湾民众 他们针对两个 一个叫做境外势力 一个叫做台独 所以今天当时这个二十大的报告出来 都在很严重的在警告境外势力跟台独的时候 蔡英文依然坚决要跟境外势力站在一起 坚决想要以美谋独的时候 其实这个无疑是一件 把台湾推入战场 推入火坑的一个行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动技